英文女郎的面积 试试饭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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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谁啊 正好 我是袁永吴 我好想你 哇 哇 我好有 哈哈哈哈 go boost 本阶段同学们争取 爱情片的表演机会 出发出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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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快聊聊完到我了 我没有想要走的意思啊 我不走了啊 那你想走你先走啊 很让人害怕 喂 你真的看不得到我吗 我们忙 开始拍到现在 只有我们两个时间最长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建立了 四五年了 就是隔壁姐姐也可以啊 走吧你 我没有知道 没有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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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里 现在真的好刺激 反正大家口气会觉得 所以你是想要放弃吗 议员与导师主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议员们又会带来什么精彩表现 我在你这个年龄 就是恋爱脑了 我从来没有试过碰撞期 哇 原来碰撞期那么牛 哈哈哈哈 从这一次开始 我要暂时停息给你的声音 很腻了 哈哈哈 努力 或者是唱这首歌的美歌 咋又换了呀 啥玩我开手换 什么呢 哈哈哈哈哈哈 提到面试 有三注和四季是不是 首先就是站住抓住和留住 四季还需要展开说说吗 练不下去了 哈哈哈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是表演专业吗 就主持了 你觉得哪个老师给你帮助最大呢 这怎么有点反客回主的感觉了 哎你们家来人了是吗 即兴双人考核开始 让我好好学习 我什么都努力 我什么都争敌 我跟你关心的毛 别给我装 好好好 反正我感觉好像那个紫薇没有发挥出来 因为你的那个角色你作为主角嘛 然后在那样一个情绪之下 又有爱情又生离死别 然后又那么紧张的情况下 我一直在看你想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是什么呀 但是我感觉那个没有表现出来 紫薇精准的踩中了我所有最不能接受的表演方式 你在模仿我曾经模仿的烂表演吗 然后你是太后啊 你明明在看着我然后这样 回母后 我要是母后我一脚马踹飞你知道吗 就是人家那边在着急的说话 然后这边 再看吧 有没有 眼里面是空空洞洞 华王剧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你有太强烈的生活感 观众不能评判 你里面是对还是不对 他就你就一直头发在前眼前就防脸上呀 鬼鬼祟祟的就这样 鬼鬼祟祟就完成了 他的问题是他不了解这个诀文 因为你们在宫廷里面相爱是有法理教的 反而在这一刻两个人才是随意交融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往在高级点的文学方面去思考 这两个人的美 如果没有这个悲剧 这两个文字是根本不可能发生 一辈子不可能发生 你会享受还是不享受 你自己去理解 所以就了解剧本 到我们怎么去把我们了解的 跟观众分享传送给观众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明白 紫薇其实可能心有点散 我觉得你真的得再自信一点 因为确实不自信也来源于我们被否认太多次 然后大家很多也是没有 当然演员是需要鼓励的 对 我们是需要机会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看看我们 我觉得就是 惠子会做得好一点 他对这个角色的拿捏是比较到位的 什么时候眼神该看得像的一个方向 他的台词是很自然流露出来的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是挺惊喜的 郑安惠子 他上一次市场定级他不在 请市场导师对他定级 老师好 行 我们四个大家非常一致 郑和惠子你应该是在第二梯队 好好好 好 谢谢老师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惠子 在未来你选择角色的话 你会选 比如说是一个S级剧的配 还是一个AB级剧的主 就这个是你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第一选择还是先看剧本跟人物 我现在就想在我这个年龄 可能性更多更广地去尝试 然后今天我已经30岁了 然后我觉得我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的 我一点都不畏惧年龄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好好拍戏 耐心拍戏 所以我完全不去过多地去看评级 还是以角色的适配度为主 言下之意 她是演技派的 嗯 听懂了 听懂了 我会努力成为演技演员 谢谢老师 那口才好好 惠子口才真好 讲得快 会讲得很清楚 对 而且思路也非常好 高海宁 你演的这个《如飞》 看完以后我觉得古装对你来说 其实太游人有余了 是吧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我回香港拍剧的时候 我已经感受到 我可以处理一场戏更加的细微了 若涵嘛 你这个扮相突然让我 让我挺惊讶的 特意从云南来的 云南 小熊民族的感觉 对 挺漂亮 但是不是这个 海妮演的就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 然后她是在努力做一个皇后 毕竟她有努力要演 就是我厉害 怎么 你们厉害吗 老娘更厉害那个 她在努力地在做她的皇后 我倒认为她的皇后演得不错 我很喜欢她那一段 那你自己真的留意了啊 一直说你真是那个嘴巴 要装个橡皮筋 它怎么把它合起来吧 你自己看那个片子啊 你不能每一下就 老大本啊 露出来 人家是兔牙 好可爱的 兔牙不能每个戏都兔牙张嘴 半嘴闭嘴 拍动画片 那你自己看到有啊 对不对啊 你自己要管控了 我不是每部戏拍你 包括我说这个金凌晨 可能你也是古装演得比较少 你全是这个角色 演得比较像一个巴总 你到时候看真人秀吧 我已经摔对讲机了呀 对 已经 这凌晨 你这样子 发了飙了 你在现场已经 幸亏她带队 不然我提到就上了 幸亏你没在 我当那天还说 幸亏这里哥没在 我应该打给你 还有一位呢 我是觉得挺意外和惊喜的 就是许君聪 你演的是那个皇后太监 然后至始至终没有抬头 大家看不到那脸 但是至少我是体会到了 你作为一个皇后身边的太监 锦小胜微 战战兢兢 那种情绪 我完全能从你的这个肢体语言来看到 让大家一下子印象就很深刻 相信各位老师们 从这么一个小片段里边 也应该能看出来 演古装台词 其实对我并不是一个问题